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下面30分钟左右 是给大家介绍在过去10年 我们实验室的主要工作之一 就是真核性史RNA简洁体符合物 结构基础和分子基础 我分四个方面介绍 第一个方面先介绍一下 X射线晶体技术的诞生和它的应用 我是一个结构生物学家 我想大家不会不熟悉 从宇宙大尺度的结构 到我们身体内每一个细胞 微观的结构 都是structure 都是结构 我们最终理解世界 必须理解这些结构 我们叫眼见为实 如果医生不了解 疾病器官的结构 最后不可能对症下药 不可能决定手术方案 同样的道理 对于像我这样一些结构生物学家 如果不了解细胞内 每一个蛋白 每一个分子的空间三维结构 它的每一个原子在空间的定位 我一定也不会理解 细胞内的生命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我就是这样来做结构 做结构生物学 所谓结构生物学非常简单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通过原子分辨率 结构的解构 来理解生命 而理解了生命之后 可以对生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进行干预 比如说 对一些疾病的治疗 药物的发现 产生深远影响 目前结构生物学 最主要的手段有三个 一个是X色线晶体演射学 一个是冷冻电子显微学 第三个是核磁共振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前两个 由于这三项技术的出现 目前在我们的蛋白结构库 叫Protein Data Bank里 截至到最近为止 一共有138840个结构 这其中80%以上 都来自于X色线晶体演射学 这些结构的出现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 对生命的认识 从根本上促进了人类 对药物的发现 和对健康的进一步的好转 第一部分 X色线经理学技术的诞生 大家都知道 1895年 荷兰科学家伦秦发现了X色线 在这张照片的右边 是著名的所谓的Ring Finger Photograph 就是伦秦夫人 婚戒手指的照片 伦秦虽然发现了X色线的穿透能力 从此被大量用于医用检测 直到今天透视等等 但是伦秦并没有发现 X色线还对规则排列蛋白质 或者是小分子晶体 具有衍射能力 对于我来讲 对于像我这样的结构生学家来讲 我们经常做的事情 就是把蛋白质高度成化以后 进行结晶 大家看到 结了晶的蛋白质 在偏正光下 呈现出五颜六色 包括右面的Fractal 都是在自然生长的蛋白晶体 这些蛋白晶体 其实和你熟知的 规整排列艺术图案是一样的 在微观世界里 一个一个蛋白质排列的整整齐齐 这些整齐的排列 使它们对于X色线 具有强大的演射的能力 蛋白的演射能力 尤其是一开始 小的离子晶体 比如说氯化纳晶体演射能力 是被一位德国科学家 叫Max Von Long发现的 伦秦发现了X色线 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Max Von Long发现了 氯化纳晶体的演射 191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这张图的右侧 是一个典型的蛋白的演射图谱 蛋白的演射图谱 显然包含了结构信息 如果找到一种办法 能把这些结构信息 从演射图谱中找到能够再解析出来 那么人类观测微观世界能力 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而这一个规律 是有一对英国父子科学家 叫布拉格 分别是有Lawrence和William Bragg 父子共同发现 他们这个发现的规律 就简称为Bragg's Law 也就是布拉格公式 这个布拉格公式非常强大 不仅可以解析晶体演射 也可以解析很多跟电磁波相关的结构成像原理 根据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 N倍的波长 Nλ等于R倍的Spacing D 乘以Sine Theta Theta是入射角 我们可以推导出非常复杂的X射线 通过蛋白晶体以后演射成像的原理 以及从它的成像之后的图像解析结构 这儿就是一个示意图 中间大家看到的六能度蛋白晶体 经过X射线透射之后 射线X射线会被衍生出不同的光斑 最后这些数据导线输入计算机 经过分析之后就会告诉你 什么呢 电子云密度图 就是每一个原子周围电子云的形状和大小 根据这些形状和大小 我们可以分子建模 把每一个原子放到电子云的里面去 最后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色彩缤纷的蛋白质 这个过程让我们了解蛋白的精细结构 了解细胞内的生命活动 因为结构生物学的出现 因为X射线技术的发展 我们对人类生命过程有了质的飞跃 整个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就是DNA双螺旋的发现 它是通过DNA纤维的X射线的颜色 来X射线的颜色来发现的 这张图上的右边就是著名科学家 Rosalyn Franklin和左边两位 Francis Crick右侧和左侧的James Wilson 他们在一起解析了第一个 或者应该说是推测出了第一个 DNA双螺旋的结构 而DNA双螺旋的结构一出现 从根本上解析了 解释了人类的遗传 就是一对通过非共架件配对的DNA链 可以拆开之后各自复制 各自复制成一条和完全遗传信息 完全相同的两条链 那么从1到2 2到4 父母到子女 遗传信息可以不断地延续下去 在60年代 在1960年代 这张图上左侧的Max Perutz和John Cantwell 又一起解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蛋白结构 分别是激红蛋白和血红蛋白 而激红蛋白和血红蛋白的结构 震惊了当时的世界生命科学界 大家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蛋白不像DNA一样是对称的 而是不对称的 每一个蛋白都有自己独特的分子功能 从蛋白结构出现开始 我们整个人类所知道的生化过程 开始得到一步一步地解释 现在在座的任何一位 翻一个本新的生化书 你会发现几乎一半的插图 来自蛋白结构 当然因为蛋白结构 大分子结构 以及X射线经济体现实学 一些伟大的发现 诺贝尔奖在历史上 对结构生物学特别地青睐 右边这张图 实际上是一个诺贝尔奖的进化术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两个分支 一个来自英国 William Bragg 一个来自美国 Linus Pauling分别产生出十几个 甚至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 仅仅在结构生物学这样一个非常小的领域里边 第二部分 我简单介绍一下 冷冻电竞技术的浴火重生 很有意思 我并不是介绍冷冻电竞的产生 因为冷冻电竞的产生 滞后于X射线晶体演射学 它在产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并没有对人类探索未知世界 尤其是生命过程的解析 做出重大贡献 但是在过去十年左右 突飞猛进 所以我管它叫浴火重生 冷冻电竞 第一台电竞 出现于1933年 大家在看到的这位老先生 Ernst Rusker 也是198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无论他得奖的时间 还是冷冻电竞的出现 还是用于生命科学的探索 都远远地晚于X射线晶体演射学 为什么 他怎么来看物质世界呢 在当初上大家可以看 不同于X射线 冷冻电 透射电竞 直接穿透样品在左边 得到二维投影 在中间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积木 在投在不同平面上 有不同的数字 最后你可以把三个 不同的投影 在三维重建 出这个积木来 同样的道理 在右侧你可以想象 如果把一个分子 各个蛋白分子 各个角度都有投影的话 你可以通过二维的投影 重构成三维图像 这样一个重构过程 就是冷冻电竞 结构解析的过程 这张图显示冷冻电竞 整个解析结构过程的 一个基本的示意图 上面过来的是电子素 穿过样品以后 投影到下面 最后二维的图像 通过计算机分类 我们把一个一个 蛋白的颗粒挑选出来 然后再把这些颗粒分类 这些颗粒分类 每一弄不同的类 就像是一个投影 最后把这些投影 放在一起 合成出一个三维图像 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一个投影过程 很复杂 而因为电子的能量很高 在以前传统相机 就是左侧 因为电子能量太高 可能会烧坏 下面的CCD sensor 不得不把电子的能量进行衰减 要经过Fiber Optic Coupling 最后才能够打到CCD Camera上面 这样一个衰减过程 同样是一个电子 它的这个电子入射 打到CCD上的 它的整个的图像 变成Smirate 变成模糊的过程 所以说以前的 整个的电子显微镜 冷冻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很低 我们拿到的结构 常常是几纳米或几十i 看不到原子的细节 所以我们经常说 这时候看到的图像 我们叫雪人模型 就是模模糊糊的 大的feature 大的这个特征可以看到 但是细节看不清楚 在2012年底 大约五年之前 科学家通过工程 物理和材料的合作 创造出了一个 新型的检测器 就是在右侧 电子可以直接打到检测器上 这种检测器呢 就叫Direct Electron Detector 就是直接电子检测装置 这样一个装置 可以让我们来 一个一个的数电子 打到哪儿 可以非常精准地 把这样一个 二维投影的图像 给记录下来 这样一个技术的 革命性的突破 使得我们的分辨率 得到大幅突高 大幅地提高 所以说这样一个方法 冷冻电竞的革命 也成为2015年的 Method of the Year 这一年的方法 这是被Nature Method 自然方法 评选出来 因为这个方法的突破 使得我们现在 对于物质结构 比如说蛋白质 和生物大部分的结构 可以突飞猛进 从以前的几十哀 几纳米 突破到现在 两个哀之内 我毫不怀疑 五年之内 我们会突破一个哀 也许十年 二十年之后 我们会突破 零点一个哀 我们不知道 我相信材料学家 工程 技术 以及物理学家 在一起 和生命科学的 科学家一起合作 一定会创造 一个一个 大家想象不到的奇迹 同样非常有意思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了在冷冻电竞 领域做出过 巨大贡献的 三位科学家 当然 除了这三位之外 除了 Yankin Frank Richard Henderson 和Jack Duberge 之外 还有其他 很多科学家 包括Bob Glaser of UC Berkeley 等等 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对整个冷冻电竞 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 做出过 应该说是 划时代的贡献 他们 应该真的是叫 实至名归的贡献 2017年 下面我会用几分钟时间 介绍一下 具体我们从事的 简介体的工作 非常有意思 简介现象的发现 是用传统电竞发现的 而简介体的结构 恰好 是用最新的 电竞技术解析的 可以说 是电竞技术的革命 从老到新 诞生了 RNA简介现象的发现 以及 简介机理的诠释 大家看到的 左侧的 第一个图像 就是 用很古老的电竞 在整整40年之前 1977年 有两个实验室 一个是来自 麻省理工的 Phil Sharp教授 一个是来自 当前冷泉港的 Richard Roberts教授 分别看到的 一幅图像 就这样说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病毒 DNA病毒 它的单链的 它的Genome 就是它的单链的 那个DNA序列 和它成熟的 mRNA 进行互补之后 发现单链DNA 会有一个一个的 环状的 这样的 这个 环状的 东西会出去 这样的 环状的DNA 显然是不需要的 在最后的mRNA中 也就是 现在大家所说的 内含子 这些内含子 需要被剪切掉 这个现象的发现 使得 Phil Sharp 和Richard Roberts 在1993年 获得了诺贝尔奖 他这个发现 应该说 从根本上 完善了大家 所熟知的 中心法则 什么是中心法则呢 就是我们地球上 所有生物 所共同遵循的 信息传递法则 什么信息传递呢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地球上 最根本的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的遗传信息 从父母 传到子女 可以传中接代 任何一种生物 都是如此 那么你可以想象 任何一个 高等生物 成体的发育 来自于一个受精卵 就是一个卵子 和一个精子 它又只有一套DNA 那么这一套DNA 一定最后会发育成一个成体 中间整个的信息 一定会不停地 得到传递和复制 所以说DNA的复制 是信息的一部分 就是第一个 第二步呢 是从DNA 要变成执行生命功能的 蛋白质 必须经过两步 其中一步叫 Transcription 也是叫转录 也就是把DNA 变成RNA 第二步 从RNA 翻译成蛋白质 才可以执行功能 其实我在这儿 能够讲话 能够运动 能够给人家交流 能够表达思想 都是因为蛋白质 在做这些活动 仅此而已 但是这样一个中心法则 适用的范围 实际上 真正适用的范围 它适用于 虽然适用于所有生物 但是在真核生物中 必须得到一步重要的修正 而不经过修正的 菌生性法则 只适用于非常低等的生物 截止到细菌为止 这步修正在中间这个环节 实际上 任何一个来自遗传物质的DNA 经过一步转录之后 它并不能够把转录之后的RNA 直接翻译成蛋白质 而是它转录之后的RNA 在每两段 能够具备蛋白信息的外显子之间 都有一个内含子 不具备蛋白信息 需要被剪切掉 所以这个时候的RNA 我们管它叫pre-mRNA pre-RNA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简介 叫splicing 才变成可以翻译成蛋白的mRNA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中心法则 在所有高等生物 什么叫高等生物呢 从酿酒酵母以上 单细胞都叫高等生物 甚至可以说 只要有细胞核的生物 都可以叫高等生物 它都遵循这样一个中心法则 就是遗传物质 一步转录到前体信实 RNA也叫pre-mRNA 经过剪接变成成熟的RNA 最后经过翻译变成蛋白质 这个过程 再说具体一点 就是在左边 大家可以看 它是很形象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三步里边 第一步和第三步 都是比较简单的 你可以这样想 为什么比较简单呢 第一步从DNA到pre-mRNA 是一步线性 一步完成 怎么叫线性 就是每一个DNA减基 对应一个RNA减基 你只要能够很顺利 没有错误地把它转录出来 就是一对一的关系 而第三步 蛋白质的翻译 就是从成熟的mRNA到蛋白质 也是线性关系 你只需要把每三个碱基队 每三个碱基 连续的碱基 变成一个氨基酸 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中间你只要不出错 蛋白质自身含有的折叠信息 就可以折叠成了一个正常蛋白 但中间这一步碱基 是非常复杂的 你可以想想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复杂的 比较长的 pre mRNA 会有很多个外显子 而每两个外显子 每两个外显子之间 都有一个黑色的内含子 这些内含子 都要被准确地识别 然后把它剪切掉 很遗憾 这些内含子的序列 非常的不相同 尤其在我们人体中间 我们的内含子 经常每两个之间 只有几个核甘酸的相似度 或者是十个左右 核甘酸的相似度 你要把它找到 再准确地剪切 是一个非常复杂 和困难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 就是由剪接体来执行的 所以剪接体本身 大家看右边这张图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大家看到的黑体字 从下左边的 B complex开始 到Bact 到Bstar 到C Cstar 到P 一直到上面的IOS 一共有七个 不同的剪接体 每两个剪接体之间 它的组分不一样 构像不一样 它的整个的功能 当然也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我们就是为了有 这么多不同的剪接体 才能够保证 剪接过程 能够正常进行 能够把每两个 外闲子之间的内含子 准确的识别 把它给剪接掉 这些细节 我在这儿不具体讲了 大家可以想象 因为剪接过程 如此之复杂 你需要七个 不同的剪接体 准确识别 内含子 把外闲子 拼接在一起 这个过程 很容易出错 以至于 目前为止 我们认为 人类已知的 遗传疾病里 大约35% 来自于 剪接异常 我顺便说一句 我们人的基因里边 现在人体的 我们整个的 遗传物质里边 大约每个细胞里 我们都有这套 遗传物质 大约有2万个 可以翻译成蛋白的基因 但实际上 我们人体的蛋白 其实你问谁 不少于 8万个不同的蛋白 这8万个蛋白的序列 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可以 2万个基因 8万个蛋白呢 原因就是因为 每一个基因 对于很多基因来讲 它有我们叫 不同的 splice variance 就不同的 剪接 拼接体 我们可以把 有的外闲 外闲子可以去掉 也可以把 另外一些外间 不在一起的外闲子 拼接在一起 产生不同的蛋白 这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 一旦出错了以后 会有很严重的遗传病 比如说中间这个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从婴儿出生开始 就非常的艰难 婴儿很难活过两岁 如果不得到 及时的救治的话 是一个非常 要命的遗传病 这个剪接体的工作 我的时间不多了 其实呢 从整整20年之前 我拿到普林斯顿大学 助理教授开始 就很想做 这段故事 今天就不给大家讲了 真正开始做 是十年之前 刚才小冬讲的 回到清华以后 2007年 开始在实验室布局 开始做剪接体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实际上非常幸运 我们通过清华大学 通过国家的一些设施 购置了亚洲第一台 能够工作的300千伏 我们叫Titan Krios电竞 这个不是完全的 by accident 不是一个意外 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设计 是因为在清华 我和我们的一些同事 通过事先的判断 意识到冷冻电竞革命 即将开始 我们可以说 我们这是一个赌博 是一个gamber 我们赌对了 所以当冷冻电竞技术 产生革命的时候 清华也马上成为 整个世界冷冻电竞技术 开发和应用的中心 而我的实验室 利用这样一个 冷冻电竞技术的平台 解析了来自教母的 第一个剪接体的结构 这张照片上的三位同学 一位叫颜创业 现在是实验室的博士后 万瑞雪在右面 然后杭静在左边 就是第一个 解析剪接体团队的 一个非常优秀的 公关小组 大家看到的中间这个照片 就是37个蛋白 和4个RNA分子在一起 经过非常复杂的 相互作用和组装之后的 一个大分子机器 这样一个大分子机器的出现 让我们人类第一次看到了 剪接体如何工作 就是这个机器呢 是代表了最后一个 剪接体的状态 我们叫 Intralariat splasome 具体看到了什么呢 我在告诉大家 具体看到的东西之前 先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所谓的冷冻电竞 冷冻电竞密度图 它有多好 大家看到的 正在旋转的是 总体的示意图 大家看到这个形状 看着很千奇百怪 像是一个站立着的人 就是一个剪接体的空间结构 而右侧这张图上 显示的是一些密度图 就是你能看到 α螺旋周围出现的一些测链 能被我们精准地 能够构建进去 通过冷冻电竞结构的解析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 在活性反应中心 三条小RNA如何排布 以及活性反应中心 四个金属离子 两个用于综合RNA带负电的集团 在活性反应中心的折叠 两个用于催化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反应中心 随后 这是一个总结 刚才我讲的总结 随后 我们根据这个总结 我们意识到 其实剪接体 就是一个蛋白借导的金属RNA酶 这也是第一次 让人类证明了这一点 随后 我们快马加鞭 产生了 又解析了Tri-SNR 这是在剪接体形成过程中 一个非常大的complex的结构 以及我们叫B-ACT 第一个剪接体 组装以后 第一个被激活剪接体的结构 以及激活以后 第一步反应之后 C-complex的结构 以及第一步反应之后 做了调整 进行第二步反应之前的 C-star的结构 最后一个 P-complex 第二步反应之后的结构 这些结构放在一起 让我们对整个剪接过程 有了一个精准的认识 我们人类到现在为止 可以第一次 把整个剪接过程 完全复原这两步 大家看到的中间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 电子显微镜密度图 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这些密度图 足以告诉你金属离子在哪 每一个剪接的位置在哪 应该说是原子分辨率的结构 你甚至可以看到 有一些养原子 从零上出来的状态 请后台帮我放一下这个录像 大家看到的这个录像 实际上就是根据我们结构的解析 最后综合之后的图景 它整个可以把我们剪接过程 通过动画把RNA如何执行剪接 给解释得清楚 大家看到的是第一步反应 它把五撇端的RNA送进去 然后呢 通过第一步反应 然后把五撇端的Axon 给截断 形成一个intron lariat 叫intron套索 内含子套索 然后经过结构的变化 又把三撇的外含子送进去 三撇Axon 然后三撇和五撇的Axon 就是两边的外含子 外弦子 连接在一起 然后从里边再出来 这个过程呢 是有蛋白催化的 我再让大家看最后一个 请后台再放一下这个 这个过程呢 是根据刚才我介绍的那七个 原子分辨类的结构 我们可以很精准地 把每一步搞得清清楚楚 就是像这种情况下 像PRP2 大家看到的是能够拉RNA的一个酶 好像这个放不动了 带不动了是不是 它拉了RNA之后 会把蛋白给拉掉 然后通过序列 然后会把RNA再放进去 进行第二步反应 这是做第二步反应的准备 对不起 这是第一步反应的准备 然后第一步反应 需要一些小分子进去 需要一些小蛋白进去 稳定活性反应中心 这是第一步反应之后 形成套索结构 和五撇 外显子 下面进行第二步反应 用另外一个RNA酶 RNA解旋酶 通过拉RNA 把一些蛋白解旋下来 然后再进行一系列的第二步反应准备 这时候第二步反应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看进去的话 第二步反应马上进行 两个外显子 五撇和三撇 红色的 马上进行拼接 然后紫色的 紫色的内含子套索 会被解放出来 然后是最后一个RNA酶 RNA解旋酶 会把五撇的 会把Axon拉出来 最后整个 好 我最后一两分钟给大家介绍一下 人员的简洁体 当然 我们现在通过前期结构的解析 已经把酵母的简洁体结构 搞得比较清楚 也了解了酵母简洁体的整个的反应过程 人类简洁体显然是另外一个大的目标 实验室的原创业 张晓峰 杭静 还有后来的詹谢超 王林等同学 已经开始下面的公关过程 我们在三个月之前 解析了人员的 第一个简洁体的原子分辨率结构 到目前为止 我们应该说 对整个简洁体的研究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相信一年之内 我们可以把整个人类的 人员简洁体的工作机体 完全搞清楚 那么下一步面临的 就是在人员简洁体搞清楚以后 如何把人员简洁体结构 搞清楚以后的机制 再进一步研究 尤其是相关疾病的 致病机理研究 如何理解清楚 在这儿呢 我想特别想说 一句的话 就是简洁体的研究 和药物的研发 和整个疾病的改善 是有极大关系的 在去年的12月 美国的视频药品检验局 批准了第一个 针对剪接 从机理现象 从现象到机理 到药物研发的这个药 这个药呢 是专门针对 刚才我说的这个 就是非常严重的 这样一个简洁体的疾病 叫SMA 当然这个药非常昂贵 第一年要75万美元 一个病人 从后 从那以后 每年要37万5000美元 才能够把这个病控制住 但是非常可喜的是 这个药 一旦用到病人身上 是非常的有效 病人是 可以到现在为止 从一期病人 从临床试验 一期用药的病人 还是活得比较健康 我在想 有一天 我们对人员 简洁体结构的解析 我相信一定会通过 这样一个过程 理解清楚机理以后 用于人类的制药 改善人类的健康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 我今天有点超时 这是我整个的团队 战斗在简洁体 工作的第一线 好 谢谢大家 感谢施衣公先生的精彩演讲 Thank you for the speech for Mr. E. 公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